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 今天来给大家继续讲一下过宁剪辞电路的实际电路 前两个视频我给大家分析了过宁剪辞电路的作用 和什么叫过宁剪辞电路 今天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下在电路中 哪一点电路是过宁剪辞电路 过宁剪辞电路又有什么特点 首先我们看我画了这个电路图 这是个比较简单的电路图 我们这里是交流电 当然这个交流电可以是220 也可以是通过我们的公平变压器 降压后的交流电 我们通过一个整流 那么这里我画的是一个整流桥 这个整流可以是整流桥 也可以是全波整流 两种形式都可以 然后这里通过一个线流电阻 接到光偶的一二角 光偶的另一段是接了一个供电 一个直流供电 或者5V或者3.3V 然后光偶的第三角是接了D 第四角接的供电 第四角接的D 然后这里这个角位的信号 就是一个过宁出来的过宁检测的信号 送往单片机 送往CPU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四电的波形 交流电的波形 就是1 我说这个1这个位置的波形 大家知道都是这种正选波的波形 这个大家不难离别 那么我们通过整流桥 或者是这个全波整流 这里要么就整流桥 要么就是全波整流 不能用这个半波整流 整流之后就成了这一种 这种波形是100赫兹的 为什么是100赫兹的这种波形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 拍过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那么大家就很容易发现 正常的话 这边这里一定是放里有一个滤波电容 那么这里为什么没有呢 就是因为这里我们就需要它一个这种脉动的一种直流波形 那么我们再通过这个光偶 然后这个光偶的刺激呢 在这里呢 这个是一个直流电的5V 那么我们在这里的 这个过流检测出来的信号呢 因为是送给这个单片机的数字信号 那么肯定就是一个脉冲波形 一个脉冲波 一个脉冲波形 那么就是这种波形 那么我们现在具体就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是这种波形 首先我们这里整流之后 不逆波出现的就是这种波形 那么也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点就对应的是这个点 这个点对应的是这个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路 那么这个电路呢 假如说我们这里是 经过电阻线流 假如说我们这里当这个这点定压 高于这个二极管导通的时候 假如说这个二极管导通定压是0.7V 这边是积的地 这边正极是0.7V 假如大于0.7V 这个发光二极管发光 这个光偶导通 导通之后 那么这一点这个5V就通过这里 到地内 这里就是一个低电位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低电位 这是0V 那么当我们的0.电位来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电压降到0的时候 那么这里就小于0.7V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里是这种脉动直流 它就有从0V到311V 再又到0V 再到311V 那么它就有到0V的时候 也有到0V以上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点的电压 有在0.7V以下 有在0.7V以上的时候 那么当在0.7V以下的时候 这个光偶就截止 那么截止的话 那么这一点电位就不会对地 那么这里就输出一个高电位 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高电位 那么这高电位 如果我这里供电接的是5V 就是5V 如果接的3.3V就是3V 假如说我们这里是一个5V的高电位 那么如此循环的话 那么每当我们这个 麦动直流电到这个0电位的时候 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高电位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交流电在不断变化的时候 产生的过灵点 通过我们这个整流桥 形成这个麦动直流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光偶隔离 大家看这一边是热地 一边是冷地 就用一个光偶隔离掉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整流桥 把它整流成麦动直流 然后通过我们的光偶隔离 这边通过一个震电压的供电 使这个光偶在导通或不导通的时候 产生一个高电屏或者低电屏的信号 那么这样就有了一个过灵信号 像我们这里是高电屏的时候 当这一点是高电屏的话 证明这个光偶就没导通 那么这个光偶没导通的话 证明这个电位是小于0.7V的 那么大概就在这个0点电位附近 那么这我们是不是就成功地检测出 这个0点电位在什么时候出现 所以说这个过灵检测电路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把这个过灵信号 检测出来送到这个单片机 那么同样我们的过灵检测电路 也有其他的形式 但是万变不理其中 好由于时间关系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本来还给大家打算讲一下 这个双向光偶在过灵检测电路中的应用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就我们下个视频再给大家讲 然后如果有朋友想看我用这几个元器件 把这一点电路把它做出来 然后用四波器来看一下这个前后的 我说的是不是这两种波形 如果想看的朋友在评论器给我留言 留言人多的话 我就专门把这个来排除大家看一下 好谢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 喜欢我视频朋友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小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